昨天剛好是大雪 但是現在看起來輻射冷卻未來幾天 清晨入夜依舊是要警戒的區塊 最主要就是冷的感覺還是會有的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低溫 都是一些熱區 都是一些低溫的常客 最主要就是他們都位在空曠地區 包括了西湖 包括了嘉義 10.4 12.8 這個只有東北季風的關係 因為有輻射冷卻的加成 不過太陽一出來之後 在七八點過後 慢慢回溫的感覺就會開始比較明顯 但北台灣東半部說要回溫 今天也很難 雖然水氣量比較少 因為今天還是有季風的影響 只是比較偏乾 一路要等到明天過後 季風慢慢減弱了 整個回溫的感覺 這個檔次才會再多一點點 相較起來會比較舒適 也比較稍微暖和一些 來看一下整體 你可以看到像那圖卡的衛星雲圖 也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在冷高壓慢慢出海過後 明天開始就是有一點東北風 轉一點東風的風長 所以在氣溫上面就沒有這麼的低 但是輻射冷卻也因為太陽在平地加溫的時候 在日夜清晨的時間點 就會有輻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在未來到週休假期 縱使天氣很好 但是清晨或是入夜早出晚歸 保暖衣物還是要多注意 溫度降雨 今天的水氣量真的只有在東北角一些些而已 所以雨具的期待可以稍微斟酌一下 不過基隆 北海岸 宜蘭還是建議帶在身上 因為時不時雲層量比較多的時間點 會有藕斷戰陣雨的形態 只有其中在東北角的區塊 其他地方看到陽光露眼的機會都很多 14到16度的低溫 你可以看到北台灣跟東半部 有一點點1到2度的回升 22到24度 中南部地區25到27度 沿海都還是有強震風跟長浪的情形 剛剛說到了有一些熱區 有一些低溫的常客 都是在空曠地區 所以溫差也都比較大 來到10度左右 一週天氣的快速掃描 剛剛也說到了 整個作休假期前 基本上天氣都是大致 離鄉穩定的 但是溫差大 然後清晨也是比較冷的感覺 一路到週日的晚上到週一 才有下一波的東北季風下來 目前我看了模式 有兩個要提醒的重點 下週可能有一到兩波的冷空氣之外 還可能在菲律賓附近 有一些熱帶系統會來發展 不過時間還蠻長的 要逐日來觀察 目前看起來有熱帶低壓 或是颱風深沉的可能 不過冬天有颱風 不是新鮮事 但要清洗台灣 確實比較罕見 不過沒關係 不用太過緊張 慢慢的來這個關心 滾動式的 逐日氣場更新囉